最新一份娱乐圈业内媒体排行榜出炉 该榜单为娱乐明星商业价值排行榜 杨幂以综合分 93.56的分数再次举榜首 眼前的人也发现了一件有点尴尬的事情 她的带货指数迅速于第二名的杨阳 杨幂自有带货之王美玉 不少机场接拍中 杨幂穿着的衣物首饰 销量随后都成倍的增加 使得她一度是品牌商们热捧的对象 直接挤身代言费最贵的女性行列 叫的是最近这次榜单 她带货指数居然输给了新生一代的杨阳 对于时下不少95后00后来说 二次元就是他们这几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的放二次元用户已超过3.5亿人 正是因为有了广泛的受众基础 才让二次元带货有了可能 杨阳就是二次元的赢家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也向商家发出了预示信号 而在现阶段 品牌方选择与二次元合作 多是出于收割其粉丝的需要 更多时尚资讯 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